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个 request跟response 好 在学习这个request response之前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昨天我们 所学到的 125里头的生命周期 好 第一个 回顾 125里头的生命周期 125的生命周期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init对不对 然后这个init里边接受一个叫做servit config的对象 对吧 好 然后还有一个service这个方法 这个service方法里边接受的是 我们翻翻文档 接受了一个servit request跟servit response对不对 好 好 接受了这个 还有一个什么呀 第四座椅对吧 好 我们来看 昨天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把servit本身 学明白了 然后紧急了 是不是又学了生命周期的方法呀 学生命周期方法 学完了 最开始我们学习了一个叫servit configure的对象 对吧 紧急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那个servit context对象 那么今天自然而然就挪到生命周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service方法的学习 对不对 那来看一下 这个servit方法里边接受了一个req以及res对象 对吧 那我们来注意 昨天我们在翻误圆码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生命周期的servit方法 与do get do post的方法 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这个servit方法里边根据请求方式最终调用了相应的do get do post的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do get do post的 而那个do get do post里边 他接受的也有注意http service里边 是不是有这个do get do post方法啊 同学们你们来看 这里do get do post的 他接收了一个request跟一个response 对吧 你来注意看 这个接收的request跟response 与service方法接收的这个request response有什么不同啊 一个是带http吧 一个是不带http吧 好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那大家说我们是学习带http的啊 还是说不带http的 带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带http的request跟response 肯定是与协议相关的request response 那么他自然而然就很多与协议相关的API 我们学习他肯定就可以简化我们的编程了 对不对大家 好 那有些同学又会说了 为什么不学这个呢 哎 你来看一下 这个servitrequest servitresponse啊 我们点一个进去 你看这个hpservitrequest 你看他有一个爸爸叫什么呀 他的副接口 看到没有 是不是叫servitrequest啊 哦 也就是说这是他的孩子对不对 而那个response呢 他也有一个负类 要什么呀 servitrequest 那我们学的什么呀 是不是都学的是这两个子类啊 那要比他爸爸 是不是要强大一些啊 就这意思 好 这搞清楚了 这两个对象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我们学习这里的 我简写啊 大家 我简写为request的 还简写为response 我们面向对象程序员 我学这对象 肯定这对象代表着什么吧 是不是 得代表着什么 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好 首先我们得重申一点 就是追 request request response 表示的是 request response 是由 服务器 创建了 是由服务器创建的 有没有问题 有服务器创建 创建了 之后 再调用 service 方法 则 时候 传 当做参数 传进来了 明白 对吧 当做参数 传进来 那我们了解的 这对象是服务器创建 不是我们创建的吧 好 这要重申一点 第二个再来看 这个request response 又代表什么呢 request 代表着一次 请求中的 请求 对象 这个对象 封装了 一次请求的 所有的数据 而这里的response 代表着 代表着一次 请求中的 响应对象 这个对象 可以用来 给客户端 回写 所有的 要回写的数据 好好体会一下 这话 你看你能看明白吗 嗯 好 那具体的对应的 我就来看一下这事 来啊 我启动一下 我他们看的服务器 我们使用这个 抓包一下 这个大家都安装了没有 那个 htwatch插件 有没有装吗 装了 是不是 好装了之后来 我们点击一下 right call 是不是开始 记录啊 好我访问一下 他们看的服务器的手印 我一回车 那你这一次回车 过程中 所有的请求响应 是不是都给抓下来了 好 我们回车 走 好 大家看到了这个数据 我们随便举一个为例啊 我们知道一行是不是就是一次请求响应的过程呢 点到这里 大家来看 这是一次的请求中的请求队 的数据 这是一次请求响应中的响应的数据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好 这是一部分数据 对不对 好 注意 我问大家 这样子 你们觉得 这样在 这个数据多不多 带这个数据是带给谁的呀 是不是请求的 带给服务器的呀 这个数据你们觉得多不多 不要告诉我不多 对吧 不管多还是不多 你是面向对象的程序啊 那么对于这样的数据你会怎么办 你如果用加对象把它封装起来 如果换做你 你也会这么做 对吧 那注意 在一次请求过程中 这里所有的请求数据 Tomcat服务器做了一个事 他把这一次请求中 所有的数据都封装到 他创建的这个request对象里面去 能听明白的话吗 这个request对象是 Tomcat服务器创建的 他创建的同时 他还把这次请求中 所有的数据都封到这个对象里面去 好 那是面向对象程序啊 如果你能拿到这个request 那么你具体要解析 请求的时候 到底带过来的什么样的请求的数据 我是不是就应该拿到这个对象 然后去用他的API去解析 带过来数据啊 大家 是这意思吧 那我们来看 这个对象我们能拿到吗 可以 对 我们每次在写一个severweight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 随便找一个 这不是你写的一个severweight吗 这个severweight里面 你看这个do guide方法 do post方法是不是掉用了 第二个呢 是否你看 他要掉用这个方法 这个里面是不是传一个request 这里传来的request啊 这里 你就拿到了一个request啊 这里就已经拿到了一个request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你拿到这个request了 这个request里面又封装了这一次请求中 这所有的数据 那么 你接下来的这事 是不是就应该找这个request的API 去获得相应的数据啊 是不是 好 这是request 好 同样的再来看 右边这是响应的数据啊 我们copy一段啊 好 这又是一部分数据对吧 这是一部分 然后呢 这又是一部分对吧 好 一次请求过程中得有响应 你们觉得这个响应的数据多不多 多 对吧 那这所有的数据 都是你访问服务器 服务器打给你浏览器的 那么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 对于这些数据 我们会用加对象 是不是封装啊 注意 服务器 它创建了一个request request对象 明白吧 它并且在调用这个doget dopost的方法的时候 把这个response 是不是传递给你啊 那么你就能拿到 对这个response对象的引用 你要给客户当回写数据 你只需要去找这个 request对象就行了 你能拿到这个对象 接下来的事 你就是去查看这个 request有什么样的API 然后你调用 就可以设置各个部分的数据了 明白 好 你们俩看 这样做 完全就是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去做 是不是 那我们编程 你不用考虑这 每个数据怎么怎么怎么样 你只需要 你能拿到这个request 拿到这个response 你解析客户端 请求 什么样的数据 然后你解析完成之后 你这个request不是解析完成的吗 再去使用这个response 给它 它想要的数据就行了 能想明白吗 好 这才是真正的面向对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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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